当你七手已经稳定了,你第一个阶段,你知道怎么控制,怎么粘住对方的手,你也懂得怎么样去设计不同的陷阱,那你就要开始想,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。 那有一种其中一种变化呢,是比较助纣,很快攻击也很快封锁,然后很快的变化,但是它粘的时间比较短,譬如说我在跟对方戏的时候,我先设计一个容易让我接手的动作,譬如说我一只手吃住他两只手,当我一只手吃住他两只手的时候,我很容易就加上这个攻击的动作, 当我一攻击进去,我就可以感觉他的空隙在这边,当我感觉他的空隙在这边,我就从这边攻击,当我一攻击完,生东西西的概念就出来了,当他感觉这边的时候我就打高嘛,因为永春因为是打完地,打完高,当他一觉得这边的时候,我就有这边的嘛,绑了,是不是这样就出来了? 因为当我这边一打,这边出来,这边就出来了,对不对?当我一拉一打,假设他受力,他不让我拉打,不让我拉打,我这边出来了,这边又空隙了,对不对? 这边就有了,所以这种打法是比较强调,你一进一出非常快,控制对方的手法,用很快的攻击让对方只限于防守而没有时间反击,这是另外一种策略的棋手 感谢! 感谢观看